近年来呢 这个空拍机是越来越夯 而台湾也有厂商是投入开发 甚至他们加装了GPS定位 号称呢 如果说你的机器是失控了 飞远了 只要按一个按键就能自动返航 不过这个性能到底如何 一起来看我们的实测报道 空拍机克服了地形的限制 拍摄画面从2D进化到3D 最高距离可以达到1000公尺 所有的画面尽收眼底 遥控飞机变身空拍摄影机 想拍哪个角度 靠手上摇杆操控 一秒折冲天际 远吊石层楼高屋顶也没问题 或是低空俯冲 不用做效果 两三下轻松搞定 其实画面能这么稳定 全靠它 因为有这个云台的关系 它可以帮你做一些姿态的修正 不管你机子怎么的不稳 单独开发空拍机CP值高 最特别的是机身安装GPS 不只能定位还能定高 即使飞机失控 飞远远 只要轻轻按个键 机器会找路自己回家 飞得太远的时候眼睛看不到了 我们按一个键 它就会透过这个GPS来返航 气数空拍机的优点 这位大人级玩家 其实过去是个国小老师 从小对遥控模型有憧憬 因缘机会下决定辞掉教职 开店卖遥控模型 小到大都会有那种 想要飞翔的那种梦想 还有操控的欲望 没想到近年模型飞机 摇身一变成了空拍机 误打误撞 生意越做越大 因为目前这个很夯 所以都把主力移到这边来了 但它几乎快占了营收的一半 空拍机运用层面 越来越广 生意变好 因为课程变广 发现最多来买的 像是建商 就是盖房子的 或者是一些广告业者 市面上空拍机机型不少 法国空拍机 标榜可以透过手机遥控 但高度只有80公尺 大陆做的 虽然高度可以冲破一公里 但价格偏高 台湾本土空拍机 操控简单 维修容易 逐渐打开海内外市场 成了新选择 中文台新闻 黄历伟 黄福祥 台北报道